自从出去工作以后 我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 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下班回家以后就做饭 然后收拾碗筷 冲凉就准备睡觉了 看手机都没有时间 所以我总在想 做饭能不能改一下方法 做到既快速又营养全面 今天的午餐我就想试一试 用一锅煮的方法来做饭 它的好处就是有肉有菜还有主食 一锅全包了 另外呢再加一份冷冻食品 一加热就可以吃了 这就是我做的沙茶牛肉乌冬面 还有一份就是广州酒家出品的冷冻莲蓉包 先去超市买了两包乌冬面 然后呢又买了三包广州酒家的莲蓉包 因为买得多才有特价 所以一口气就买三包 我是从广州移民来温哥华的 所以对广州酒家的产品 情有独钟 它是广州的名牌产品 家喻户晓 在温哥华能买到 我觉得非常高兴 把莲蓉包增上锅以后 就可以准备乌冬面了 事先将原材料准备好 这样就省时间 做饭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做这个沙爹牛肉乌冬面呢 它并不难 所需要的材料呢 首先就是有一个沙茶酱 然后是椰奶 这两个必须要有 然后是红葱头 姜片 豆泡 已经调好味儿的牛肉片 还有一些芽菜 它的制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 有很好对 也感谢了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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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